如果你說打肌肉的流感疫苗,基本上高危人士都應該接種 哪些人不可以接種呢? 就是如果他對疫苗曾經出現敏感,就可能不能接種 或者短期內發過一場燒,或者過去幾個星期真的玩過吉巴士症 可能要久一點,等於消失了之後再接種 有少部份人是因為吃薄血丸的緣故 或者他自己的凝血功能有障礙的人 打肌肉注射有時會出現一個血塊在打針那裡 可能要考慮另外一些方法去接種疫苗 噴鼻式跟肌肉注射有不同 噴鼻式因為裡面的病毒還是活的病毒 不過他已經沒有了致病性 所以有多些人是不適合的 當然敏感的人也不適合 年紀太小的嬰兒等等也不適合 如果有哮喘病患的人,有時怕誘發了哮喘也不適合 而且如果自身免疫系統是免疫力很低的人 雖然那個病毒沒有什麼致病性 但是他的免疫系統可能是控制不到他的繁殖 那類人也不適合用被噴鼻式的疫苗 之前當然你接種疫苗都會去指定的診所 可能是公立的,可能是私家 護士醫生也要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曾經對疫苗產生過敏感 這一類的反應 還有是不是會有流血的風險 剛才說過 大致上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種的 除了剛才說那些有少數的病人不可以接種之外 注射完之後 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出現剛才說的不適 有些針口痛、輕微的周身肌肉中痛 或者這個小小發燒那些都是預期之內 但是罕有的病發症 剛才是吉巴症 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手腳 會不會突然覺得麻痺、無力 吞東西有困難、呼吸有困難 不過這個出現的機會是很罕有的 如果接種了疫苗 有任何不適 當然是諮詢醫美人員